秒回信息 秒回信息 老婆我错了 你怎么了 对方越是对她爱搭不理 她就越卑微 我好想你 你想吃什么 我回家给你做 你怎么一点都不惊喜 不是 你不去医院了吗 今天是惨离 排我怎么可能不来 再说我产检明天去也行 不着急 你是孕妇 必须定期产检 走去医院 我看完再去嘛 这不是我们要开始吗 早知道 你去医院去晚了 你一会儿得排队 你知道吗 有事瞒着我 哪有事 受善良 贿赂了 监督我是吧 你想多了 走 赶紧去医院 让我看完再去医院 来 开始了 来 客户门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上次要改鞋子的是她吧 这次要订开场模特的也是她吧 这都是你心甘情愿的吗 如果是的话那也没什么 但最糟糕的 就是她在利用你的弱点 在控制你 这都是你心甘情愿的吗 但最糟糕的 就像你利用山羊对你的爱 控制山羊一样吗 我告诉你 这开场模特她当不了 她也不配当 行了 我今天情绪波动点大 我先回家了 要挂件 对你包配吗 冬小姐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 韩清也许会不清闲 但我不会 以后我天天都来 衣服跟鞋子脱掉 你不合适 对不起啊 没关系 我知道这些你也决定不了 只是 我觉得她自己也好没用啊 你觉得自己好没用啊 别这么说 你已经很棒很努力了 只是我们这场秀确实不适合 让一个男生来开场 下次还会有机会的 那 我送你喜欢的这双鞋怎么样 那我们要买情侣的 对如今男女感情而言 精神控制不止针对女性 越来越多的男性同胞 也在被高段位的女性接受 我不开心 经典症状之一 秒回信息 老婆 我错了 你怎么了 对方越是对她爱搭不理 她就越卑微 我好想你 你想吃什么 我回家给你做 症状二 多次转账 当一个人处在 严重的精神控制之下 他不知道该如何取悦对方 唯一能做的 就是给对方钱 症状三 精神恍惚 无论这个人以前多么精神 一旦被精神控制之后 根本无法专注于其他事情 我知道了 老板 你知道什么了 既然没有办法亲自到场 那就只能助她一臂之力了 老板这是被批威了 老板这是自己把自己批威了 五十五年过来 老板这种有恰倾 Roberts 老板似乎是一件事 老板的宅 老板的宅 老板 这是个高纳 老板 老板